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各位大家好 歡迎來到關信輝導演的心靈與創作分享會 我叫John 是今日的主持 說起關信輝三個字 我相信大家已經是異熟能長 最近的一套電影 五個小孩的導演 五個小孩的校長 導演說這套是續集 五個小孩的校長 香港人很熟悉 4,600萬票房 最近還超過了 4,600多 買向5,000 最新的消息說買向5,000 這套電影很收得 而且也獲得很多獎項 國際的獎項也獲得 從銀幕裏面 我們去認識關信輝 大家都 其實不單止這部電影 說起來 其實之前也有很多好的電影 譬如說是 《流浪漢世界盃》 《天作之俠》 《生命恩愛動聽》等等 我相信 你看過這部電影 都會流乾你的眼淚 既然一位這麼好的導演 他做了這麼多 銀幕上這麼好的作品 我們在文字上的關信輝 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很開心 今天可以請到關信輝 Agent上來和我們分享一下 Agent 我們先請你上來 最大的掌聲 請坐 請坐 放心吧Agent 預備了紙巾給你了 每次和Agent聊天 她一定哭到不得了 她哭我們又哭 其實很辛苦 其實都哭得 現在已經在淚流 好了 Agent 我們開始的時候 不如我們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本書 《女眼滿希望》的創作緣起 不如說一下 擦一下眼淚 可以嗎 好好好 我想先謝謝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校長 我的老拍檔Hannah 謝謝 給點掌聲 給點掌聲 五小孩的父母 有袁兒姐 有阿翠 有阿翠 有阿Richard先生 很感謝你們 很感謝你們 我爸爸 他又來了 是 他八十幾歲了 也很感謝Belinda 因為她找我 我才會拍到這部電影 還有我看到有小學同學 有中學同學 有教會的朋友 有些合作過的 有些一起開咪 聊過天的 我不認識你的 或者你不認識我的 來到這裡 我也很感謝你 還有五小孩 也有四個 五個到了沒有 可不可以給點掌聲 五小孩 好嗎 很感謝你們 很開心 他們五位一體 又再次現身 Hello Hello 那不如你們兩個都坐前面 小英元 坐前面 導演有些威嚴才行 你坐那邊 你坐那邊 真的很感謝你們 每一位來到這裡 其實我想像不到 關神威 第一 會出書 現在有成功了 成功了 因為我小學 考底尾 你看本書會知道 是一個考底尾的 小學生 但是呢 原來不放棄 多謝你 不放棄 真的有奇蹟發生 別放棄 年青人 中年人 女友記 你們都可以有傳奇 其實在五小孩 的放映之後 其實呢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每次放映 都會有一些 借票場 我想可以借票 是最多 最多次的 一套電影 我也都很有 每次去都很感動 不只是我哭 我才開始有很多人哭 影響到 很多人 因為我們有一個 雷眼三人組 就是 Hannah我編劇 和女校長 即是一發工的時候 就不得了 但其實我想是 因為每次 原來分享的時候 是將很多事情 自己 談出來 好像數算一下 自己 好多眼淚 的確是 但我相信眼淚 背後我充滿了 一種喜悅 一種開心 的確 以前是有些傷痕 好像倒後鏡 人生就好像 你看看倒後鏡 原來一關一關 這樣過 都可以的 過度的時候 你可能去到一個 很新的一個境界 見到很多的小朋友 分享 年輕人分享 還有一些家長分享 我自己也覺得 很有意義 我也說過 在南陵 有一個影迷問我 和千華 我就說 他問我 你有什麼夢想 他問得很好 我就說 其實夢想就是 很想去 繼續去拍 一些正能量的電影 第二就是 真的很想去 有一個基金 夢想基金 但我的力量很微少 原來自己一直 有很多事情說 也有很多回顧的事情 值得去感恩 再感恩 所以 我也覺得 真的很感謝Ruby 我們給他一點掌聲 Ruby就是 Ruby是出版社的 出版社的 是 有一次 我上的Facebook 其實我是 Facebook不是很拿手的人 他說 願不願意見一見面 但想不到一見面的時候 他就邀請 可不可以 把我的故事寫出來 我說 究竟有沒有人會看的 但他很給我信心 我想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也很感恩 數算回 點點滴滴的時候 原來是希望帶一點的祝福 以及帶一點的淚 與希望給我的讀者 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緣起 也有John的支持 以及你和我合作是怎樣 跟Adrian的合作就是 跟他見面聊聊天 分享一下他的故事 每一次都會聽到哭 其實我自己都很堅持 每次帶一包紙巾去 就是打算給導演 誰知道最後都是用完的 大家一起用完 說到戲裡面的故事 會感動 說到自己的孩子 也會感動 Adrian有兒子 我有女兒 說到他出生的時候又怎樣 我們會怎樣去 為了粉身碎骨也可以 然後說到兩個男人都哭了 我相信這些眼淚 是因為我們都觸動到自己的真正情感 在當中 會覺得很值得 好像哭完之後 個人都輕鬆了 有一種治療的效果 也會覺得是 我相信在文字裡面 銀幕裡面 Adrian的作品 其實都是在帶一些好的訊息 一些好的正事給我們 其中一種感覺就是這樣 也覺得這本書其實都很有意義 就是這樣 好 不如我們都 我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請一些嘉賓上來講 好嗎 不如我們首先請校長和編劇上來 我們請女校長和 還有Hannah 我們的編劇上來 那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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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淚眼三人組 我近一點 好 到我訪問一下你 因為我經常都 說了太多了 那我先問一下校長 好 校長 和你認識了那麼久 是 一段時間 其實 你覺得 和我相處有什麼難忘的時候 有什麼印象 也有很多 不過也離不開那些雷眼的 又是真的 第一次見到她 我是畢業禮 見到她 那天 我自己都容易哭 那她 我們兩隻手 一碰到 握手 她的眼睛 然後我就不可以 看她 因為我害怕自己哭 因為那些日子很感觸 我那些小寶貝畢業 那我說 你不要這樣 我要做事的 那我就先離開她的眼神 但是呢 就 記得 Hello Hello 我記得 那個畢業禮 之後 我們三人去吃飯 對 那 都沒有吃到 只顧著哭 因為我沒有見過一個男孩子 哭得這麼厲害 那我 那我問什麼事 那我又被她感動得很… 都哭了很久 然後我記得那天 我的同事原來都注意到 阿關導演的存在 因為她說 為什麼那個家庭 那個哭得這麼厲害 爸爸 就是那個家長 他以為那個家長 他以為那個家長 那是否坐校車的家長 我平時看不到她 我好像不認識這個家長 這樣 但是她這麼感動 尤其是唱那首畢業歌 我們… 不是… 那首… 是的 有二萬歲 那她哭得很厲害 一張一次… 這樣哭到整個臉 眼睛、鼻子都紅了 那我那時候 我們不知道這部戲 將會怎樣發生 那我又不想說 透露太多 那我說 不是 她也是一個義工 都幫了學校很多 這樣 那這我也挺難忘的 我覺得 因為我們同事 又對你一個這樣的看法 這樣 那又記得 我們… 然後你們寫好劇本給我看 那… 你們很細心 我們每人一份 那麼他們兩位 就很熱誠的 就說 校長 我們讀給你聽 不用你看的 那個storyboard 我說好 那我就留心靜聽 他們倆就爭著我 我說這段 然後… 下一段到我這樣 我聽了 一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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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一邊看 聽一邊就… 沒有了聲 我問他們在哪裡 那我起床 我倆都哭得很厲害 太感動 其實我自己也是忍住 因為… 在我學校 我又不想嚇壞我的小孩 校長哭 這樣 但那一刻很可愛 我記得 就是… 讀到哭不見了 我看著 原來兩個人哭 真的很感動 這件事 他們的故事寫得很好 還有 將我的… 自己個人的一些經歷 寫了下去 這樣做得很好 那… 還有… 在這裡拍戲的時候 他們兩個… 我不是很敢去現場的 原因呢 我看到你們兩個那種… 就是整個團隊應該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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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真誠和認真 那個… 程度是… 真是… 好像入戲 好像當… 把2009年的事件 都拿出來 那我怕去到 真的會騷擾到他們 但是… 拍到一些… 我們… 大家在談劇本的時候 談故事內容的時候 有些是特別觸動到我們 他們兩個都是很… 真的在心裡 真的記得 他會拍給我看 那麼… 我們正在拍這場 校長希望你喜歡 這樣… 我記得… 我記得一次我們拍東東的斷頭台 然後… 我們… 特地拍… 那個斷頭台 是… 應該是… 更高級的 那個是… 真的可以斬掉別人的頭 那個是… 我們還發給校長 我們很自豪地說 將… 東東的夢想能夠完成 我覺得那個是挺搞笑的 是的… 每一次有些… 特別我們深刻一些的場景 你們都會給一張照片 那麼… 有時自己都做得累 或者遇到困難 我看一看… 那又很… 很溫暖 還有很多人支持著學校 或者是… 你們是用另一個方式 去表達我們學校的一些信念 就是這樣 還有其中… 認識完女校長之後呢… 其實知道一件事的 就是… 套戲員是沒有什麼預算的 我記得就是那個… 製作人 有我們吃飯 還有… 有遠善… Belinda在這裡 她說 我們導演 我們有一套戲 叫做… 拍四千元校長的故事 這樣… 我們的預算只有這麼多 我一聽完之後 你會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嘩… 正啊! 為什麼正啊? 就是… 原來我計算過的薪金 是少於四千五元的 但是… 我就可以見到… 見著女校長 就告訴她 你是四千五元校長 我是低於四千五元的導演 就是… 可以威過她 但是… 因為我知道一件事 我很被這個故事所感動 我也很相信… 就是… 我是把女校長 她說最初 她是給了一張照片去感動 是… 小朋友搭著肩膀 去洗手間 蒙著臉 我們又拍到出來 我是哭得很緊要 就是… 原來… 那張照片就是被她感動 所以我是把那張照片 print了出來 放在我的office 最多眼的位置 我跟校長說 當我每次失意 失落 很… 很難捱的時候 我就看著這張照片 告訴自己 喂… 你也不放棄 就是她過了 是吧 我也不會放棄 就好像我走回 當日女校長的那個path 但剛剛就是… 準備出發 所以… 都謝謝你 因為那張照片 就是捱過 雖然… 有人跟我說 沒什麼感覺 真的… 有沒有感覺 但我說不緊要 我知道有感覺就行了 所以也很感謝五個小朋友 告訴你 你們造型那一天 特意是做回那個搭肩膀給我看 我真的… 我好像… 搭肩膀去廁所 搭肩膀去廁所 而每個人是活靈活現的 這樣… 那我自己覺得是非常… 很難忘和很感動 是… 我其實那天收到你的apps 有時候… 我不知道你的辦公桌上就… 就是… 桌面很整潔的 只有那一張照片 這樣… 那天我看完… 那天我… 因為我借回來 所以我不敢做那一張照片 那我臨時的 是… 好… 很整潔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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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之後呢 我… 心裡沉一沉 就是… 我覺得… 原來我的感受 這一刻在你的心裡 我那時候是定了很久 原來我哭了很久 謝謝你 啊… 我又想問一下Hannah Hannah是我… 老拍檔 雖然我們都年紀很輕 哈哈… 我們有十年了 原來我們一起寫劇本 那你不如說一下… 就是… 就是… 少許… 甚麼 feedback 呀 甚麼難忘的片段 那我想… 難忘真的很多 因為… 原來呢 真的眨眼十年了 我們一起拍檔 有第一套… 一套的… 如果我呢 就是一套數碼電影 叫《隱形鬥室》 就是有孟家維 他們一起做的 其實是講抑鬱症的 那我本身就是做心理治療 我不是寫電影劇本的 那是導演呢 就是… 在這十年裡面 被他… 不停地鞭策 不停地鼓勵 和不停地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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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鼓勵我去突破自己 去走進了電影的世界 我覺得真的很感謝Adrian 那… 我覺得… 《五個小孩的校長》 是我們等候了十年 和磨練了十年 而有這個機會 去講一套… 就是… 校長一個這麼美麗動人的故事 而能夠可以把那種情懷放進去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因為… 這十年呢 其實是… Adrian呢 是她… 福音電影的生涯的 我有幸 其中在… 在… 五年開始去參與 和她一起拍檔 但是呢 我們真是習慣逆景波的 你想想拍福音電影 放下名語來 能夠去… 拍連續… 十幾年去拍一些 關於正能量 或者講… 講生命的電影 其實對一個電影導演來說 是一點都不容易 為什麼逆景波呢 就是… 我一起和她參與時 我就非常感受到了 那麼… 就是… 沒有預算啦 還有… 沒有編劇費 你知道嗎 我這一套是第一套 有編劇費嗎 我十年來是沒有編劇費 到第一套… 第二套… 補充一下 就是… 我… 人工比女校長高 不好意思 第二套開始告訴我 有少少編劇費是二千元 到… 差不多到… 拍攝的時候 哎呀 道具又不夠錢 接著呢 Adrian又說 不如我們那些都吐出來 好啊 又吐出來 接著… 很難忘 是… 拍《流浪漢世界杯》的時候 導演呢 Hannah 你呢 你不可以那麼舒服 只是寫劇本的 你一定要從頭到尾都在片場那裡 哇 拍《流浪世界杯》 又曬了 又淋雨了 一天十幾個小時 我呢 真的坐在辦公室 真的很辛苦 還有呢 拍之前呢 他又要我一起 我們要去體驗這個社區 那麼呢 是從頭 找一天 找幾天 走深水埗 就是我們兩個不斷走 去感受一下這個社區 那些痛苦流離的人 我記得是跟他那天呢 從早上走到深水埗 荔枝角 或者… 那些… 然後走到蜜花神球場 到了晚上 坐在球場那裡 我們兩個就在那裡哭 怎麼能夠寫好這個故事呢 接著呢 我差不多是… 跟導演一起探勻了香港的流浪漢之後 有兩年的時間 去… 跟那些流浪漢一齊 去鼓勵他們 真的去訓練他們 但拍《流浪世界杯》的時候 是沒有錢的 每一天都在一個很大的經濟壓力底下 拍足球 可否有兩機還是三機 今天開了一部機 然後就問 導演 其實這部也可能 一會兒會收的 是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1點前會收 你快點拍 1點前會收 如果沒有錢 這部機… 唯一的那部也收了 你不要說另一部機 然後呢 又有一招 就是… 嗯… 跟美術說 一會兒在這裡… 我還記得那個是… 是在上環的一個… 街 一會兒這裡 可否設置一個… 報紙檔 導演 我們沒有錢 然後我記得 Adrian捉了我 Hannah我們下去 下去 中環 我們自己兩個按錢 所以每次看《羅漢世界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這部戲 有一個報紙攤檔 是我們那招 下去按錢 去設置 回來 因為我不夠錢 所以要找他 你明白嗎 我覺得 這些種種 令到我們 對生命 對堅持 對夢想 是… 我覺得是 一個很大的磨鍊 我們也是基督徒 我覺得很感謝上帝 給我們這些磨鍊 而… 寫五個小學的校長之前 我們就不知道做甚麼 為甚麼 就去幫助一個… 很小的慈善基金 這個慈善基金 為甚麼吸引了… 到我… 叫他回頭了 就是我去幫忙 我問Adrian 你來幫忙 那他有一年 是沒有去拍電影 而我們去幫忙 做這個慈善基金 去探望香港窮的小朋友 去板間房 去穿窮的地方 我記得… 我也心痛 因為Adrian幫我 在一起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預算 又是那個基金 又是沒有預算 我們要去拍一些東西的時候 是他自己去探望機 我記得拍一些藝術的時候 他是被人看小的 因為由2009年 拍完《流氓世界杯》之後 我們拍了很小的數碼電影 但到那天 他是要在一起探望機 去拍那些藝術的人 人家會覺得他沒得拍攝 會覺得他… 為何要淪落到這樣 我一直看著 我都心痛 不過我們默默熬過了 去做這件事 但我覺得這個過程是很難得 因為… 令到我們再去遇到女校長的時候 原來我們就要講窮小孩 就是要去講香港最貧窮的家庭 而有一個校長是跟我們一樣這麼傻 在這裡幫助一些這麼窮的小朋友 和家庭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是… 真是難怪我們很入心 所以我覺得是很欣賞Adrien 我很感謝你鼓勵了 以及讓我能夠有機會 可以去參與電影的製作裡面 而是將我們心裡的夢想 以及對美善的追求 可以很痛快地在寫電影劇本裡面 多謝你 我給她們兩位掌聲 好嗎 我也… 有一個片段我也很記得就是… 我們其實未拍之前 我們久不久就會感受到校長的靈氣 我們久不久就去圓降幼稚園 我又說到原來你們喜歡有感受的感覺 有一天我在學校開工的時候 就看到他們兩個很有詩意 臉上不是笑容的 是很沉重的 那我就被他們的眼神吸引了 我說哪兩個來的 原來我是認識他們的 他們告訴我很有趣的 我想來感受一下錦田和玄江村 我想看看有沒有遇到那五個小孩的家 那我怎麼會遇到的 遇到你也不知道誰是 行了,讓我載你去找他們 那天就是… 我第一次沒有預約 就去探望我的小孩 那可能已經這麼多年了 那我真的習慣了 我去一下坐也不錯的 於是呢 我們就在一輛車裡 我們就駕駛四處去 去了很多個小孩 叫玩 其實第六個小孩都去買的 那天你知不知道 很多鐵皮屋 第一次這麼大個人去鐵皮屋 就是… 還是種下 就是差不多現在的溫度 在一個鐵皮屋裡面 那種蒸發 但是你看到他們是猶然 也充滿了喜樂的一個家庭 就是… 令我大開… 不要叫大開人家 令我更加拉負我的人生 很感謝你 謝謝 也都… 很記得… 有一次就是 校長當我們其實呢 我告訴你 我們經常去探望他 都是愁眉苦念的 即是都沒有想通那些想法 嘛 為什麼進去拿靈氣 因為沒有想通 很多東西 很記得一次 我們在一個鐵集裡 校長問 什麼事 他可能會寫到我的樣子 寫得黑黑的 那我就… 那他說 怎樣進度成怎樣 我說 OK的 就是… 就是… 又引到的那次就是 接著 他就說 他明白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 校長 你沒有… 你沒有放棄 我們沒有資格放棄 所以呢 就是… 我也是生命影響生命 如果能夠拍… 就是… 原來你拍一個有生命的人 你自己都沒有一個放棄的理由 那所以呢 都… 就是… 我想能夠… 就是… 就是… 一群同行者 這個是一個莫大的福氣 很感謝你 很感謝你 給點掌聲 很感謝 他們很堅持 很堅持 也是感動到我 其實… 很無可保的 我們經常都… 應該用這個手拍 其實那天 我也很記得 因為我還是想勸你不要拍 因為… 知道你會很辛苦 你會經歷一些… 就是… 原來你之前的戲都是這麼辛苦的 我真的看少了你們 那… 就是… 你一定是會很難受 我知道有人會看少你們 以為你們… 就是… 你們的意義是很大的 但是我們香港人呢 很多時候的價值觀 往往都是說 你一定是沒有工作才來做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我一定是沒有工作才來做 但是看到我又不是 我也挺年輕的 也有手腳的 我還… 因為我教的對象 還是… 有些是新移民 我要說國語的 待會呢 我又要說英文 因為那些是外國人 然後我… 就說完了 他覺得你很棒 其實也不用理會 其實他這樣才會覺得你… 你真的… 可能真的想服務他們 所以其實我經歷了很多很多 我真的那天還是想勸你 你不要了 真的很辛苦 但是他… 他就是說那句話 你不放棄 我不敢放棄 然後… 我忍著不哭 其實也哭了 我記得我們哭得很累 我還有一天… 就是希望… 不如不要哭了 很累的 你記不記得嗎? 每次哭得很淒涼 現在我也很累 現在的眼淚是亂一粒的 現在是開心的 沒錯 而且我也想多謝校長 因為校長很疼我和Adrian 因為他知道我們兩個 在認識他 或者做Research這年裡 他知道我們的脾氣 品性 他經常怕我們兩個被欺負 都不怕 因為每個人都很好 不會欺負我們 但有時都會有些傷心難過的時候 我覺得在整個由籌備 到完成的過程裡 我自己 我覺得校長在背後 成為了一個很大的精神之處 是的 每一次有委屈 或者有辛苦的時候 我真的想起校長 我們都沒有理由去放棄 多謝你 不是你 這次是導演的 你自己 多謝導演 多謝導演 我們給你一點掌聲 多謝 多謝 多謝兩位 請兩位 就座 在 在 我拍了十年 放棄電影 為什麼會拍放棄電影 剛才Hannah有說 其實 其實對上一套 叫做副導演 有很龐大的 叫做我是誰的一套電影 那次有最後一次拍的商業電影 應該是幫 叫做副導演 其實當時是源於一件事 當然書裡面有說 但是我想也很值得 少少去分享 首先就是 我想問你們有什麼夢想 朋友你們一定有夢想 剛才我問了 一位小朋友 你有沒有夢想 他沒有 不要緊 不過開始去想 因為夢想讓我們有更遠的視野 我以前的夢想是想做導演 想拍電影 但是當我 有一次我媽媽 她肺炎復發的時候 我反而什麼都做不到 當時 教會有些朋友 她給了餅帶 叫喬宏 就給我媽媽看 那我就 啪餅帶 就是VHS 給我媽媽看 當我一看的時候 我就發覺這個畫面 收音很差 鏡頭很差 剪接不知所謂 Disccript 現在是TVB的頭 TVB的老友記 都在頭 大概知道什麼 宋旭蒙 所有事情都不合格 比起我以前看TVB 我以前做PA 我是最薄名的PA 這個畫面 這個畫面這麼差 全部的off frame 剪接 簡直是這種 超現實的 那些手法 不過 當我看完這片 再看一看我媽媽的時候 我發覺她 過程平靜了下來 肺癌 每一口氣 每一口氣都痛 但我看到她很平安 很平靜 然後她得到一種 平安在我心裡 當時我問我自己 我問這是什麼 我在加拿大讀電影 我讀了四年 差不多 我考的最後 不過我在大學很開心 因為我終於 做到一些 讀到我自己很喜歡的東西 所以差不多 差一兩分 我拿了差不多 Honor 也算高了 Honor 也算高了 差幾分 哎呀差點 但是我沒有讀過一個派別 告訴我 你看完之後 人會有一種平安 有一種喜樂 即是哪種流派 或者哪一種導演 的電影 可以改變人的生命 一個絕望的人 得到盼望的呢 當下我自己 有一把聲音跟我說 Adrian你這麼厲害 你只有一個鬧字 你這麼厲害 你不去做 那時候真是當頭棒 自己為什麼不做呢 結果我就走上了 這個叫複音電影的路 的確在十年裡面 經歷很多 你說是否被人看小 是被人看小到一個地步 就是跟一個演員的經理人 談劇本 她可以怎麼說 她說這個劇本很好 不過不要找這樣的導演 可以是這樣的 但是 我很想告訴大家 你有夢想的時候 你就可以克服一個又一個的難關 哪怕那個好像 impossible 好像剛才校長 我看到她就是五個小朋友 但今天她有六十個小朋友 克服一個又一個難關 我夠膽在這裡說 我們拍的只是她面對困難的一小部分 有些我不敢拍出來 真的不敢 但是很感恩我能夠拍到這部電影 也很開心我能夠和一些夢幻的家長 一起 能夠這麼好的演員一起合作 我很想請我們的叔叔 Richard先生 吳耀翰 還有玉翠 我們請 吳耀翰 吳耀翰 請上台 我們聊聊天好嗎 給他們一些掌聲 給他們歡呼聲 最佳男主角 最佳男主角 男主角 今天 我可以給你一個麥克風嗎 我可以散開 大家好 我是吳耀翰 很開心見到大家 很舒服 我們坐在這裡 外面人山人海 又吵又熱 謝謝導演 我是阿強薯 牛肉翠 大家好 我是劉肉翠 五個小孩的校長 那部電影上畫的時候 我看完有先祥 我跟老闆說 這部電影收集會有限 他經常說跌眼鏡 我一個拍了幾十部電影圈 在電影圈幾十年的經驗 導演說 你為何這樣說 我說沒有翻體價值 我們香港電影的票房 歷來都是 你沒有翻體 就不會過到一千萬 不要說二千萬 結論就是 原來很多老師 是古天樂的粉絲 有很多藍老師 就是楊千華的粉絲 一點都與我們無關 哈哈哈哈 你剛才說得對 老師 但原來有些不做老師 是你們的粉絲 為了是 有我們的粉絲 在這裡嗎 是他們的粉絲 給點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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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們合作 有沒有甚麼難忘的經歷 婉兒姐 我拍完五個小孩之後 認識了Adrian 那我就想 為何她的眼淚 可以這麼澎湃 如果她是演員 我們演員的感情戲 沒有人夠她做的 哈哈 所以那次跟她 我們一起見面的時候 她跟我們說 她有一本書 將會出版 我第一句 她一刻 都不想都不用想 我是不是有眼淚的 那她說 真的 那我其實 我很心急 很想看到答案 為何你會這麼感性 一個這麼極度感性的人 我知道 我深信是很善良 一定是 那我想看看你的心路歷程 是否會說 這本書裡面 其實是我成長的路 是的 我很想知道這個答案 我想想盡快 你會不會送給我 一定送給你 一定送給你 我今晚回家就會看 一定送給你 還有些難忘 是不是 因為我 五個小孩 我拍很多電視 電影 在這部 因為太多演員 那 你知電影 不能拍太長 所以每人都佔的 蝙蝠應該不能太多 尤其是我們 我偷偷看劇本的時候 我就說 那都是一兩場戲 香港小姐 那個 閒衣講 豬女 這麼短短的事情 接著放學 照著放學 沒什麼好做的 到最後 拍那兩場主戲 我自己 有壓力了 我自己 因為為什麼 通常 因為在這麼短的戲份 你要表達 那個角色 要有立體感 還有別人有共鳴 別人會看到 一個小孩的背景 是怎樣的 所以當時 其實是 挺緊張的 拍攝的時候 那樣的故事 那樣東西出來 那我就 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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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經常覺得 不是演技 是活出的角色 即是活出來的 不是演出來的 演員 就是演員 但是 你活出的角色 你看到 這個就是閒衣衣 跟我們寫的 可能 更突破了 更深 我們 那種 原初想的 角色的設定 因為是一個人物 有血有肉的 你要做到 別人 不是只是哭 別人會哭 別人會哭 未必 你明白嗎? 你一定做一件事 是發展內心去做 這樣觀眾才有共鳴 很開心 很開心 聽到很多朋友 看了都說 很欣賞 很有同感 真的很感謝 有很感恩 很多事情 很感恩 認識到你們 這麼好的團隊 我們除了是 同事之外 就是成為了好朋友 你想想 我們電視也會 電視也會 拍完一部電影 大家會約一下 因為經常在公司上 就會見到 但通常電影 我們做完就沒有了 就再見 但我們這部電影 一年了 我們這部電影 一年了 今天還坐在那裡 大家還在一起 你說我們好像一家人 謝謝你 閑耳耳 但你答應我 先別哭 心目中最美的 香港小姐 就是不願意 謝謝 謝謝 很感謝你給我這個機會 我可以做一個 一個年紀還可以做香港小姐 其中一個最高興的 我沒有哭 那場真的 是少了很久 但那場 我記得拍得很急 很熱很盛 很熱很盛 還有你們 很感謝你們的設計 在廚房那裡 有些 有些 點心龍 在那裡 一個香港小姐 走出來 很特別 很特別 謝謝 好 謝謝你 好 祐呢 導演 首先說 我很感恩 可以跟一群 這麼有經驗的老前輩 導演 編劇 整個團隊 都很有誠意 雖然我入行 雖然比他們 但也不少 我小時候看你 對嗎 廟街皇后 對嗎 對 那時候我八歲 對 那時候我八歲 歷史 每一天都很寒 突然間 導演見得多 團隊見得多 真的沒見過 這麼純情 真的很純情 製片打來說 拍過甚麼 四千元校長 我心裡想 教育電視 這麼純情 真的沒見過這個題材 但很有趣 我心裡是很興奮的 心裡是 做些好事 拍些好事 很急地去找我做 我記得導演 跟導演見面 是 他跟我說故事 他在片場拍攝 開工 但他都免費 十分鐘 十五分鐘 來見我 一說 導演 我其實都很眼淺 但我不是因為我眼淺 眼淺 而跟他一起哭 而是因為 我看到一個 很有 心裡的一個人 你是被他感動的 被導演感動 被電影中的內容感動 然後我第一次見面 就是大家拿著紙巾 哭 大家都不是很熟 已經哭了 所以我真的很深刻 這個情節很深刻 一直拍的時候 我看見導演 拍完 他跟我們一起哭 他還在玩手 哭得比我們更多 然後拍完之後 阿翠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他來跟你握手 哭著 你為何我這麼矇眼 本來我的眼睛很大 所以整個經驗就是 在一個充滿 充滿愛心 充滿誠癮 充滿 在電影圈 能夠和這個團隊合作 有這個經驗 我覺得已經是 富富何求 有這種感覺 我很環保的 很大勝利 好,謝謝你 阿翠 Richard先生 你先說完他的頭 不是 我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 我對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都有一個幽默的看法 第一次坐下來和這個導演聊天 他講到第三句 他已經相信了 我是和無數的導演合作過 我不斷看著他 沒辦法聽到他講什麼 他不斷看著 他不斷看著 是嗎 嘩 嘩 他反應 故意做大一點 因為他聽不到 他已經嘮嘮嘮嘮 知道嗎 足足一個小時後 他講整個故事 講完了 我看著他 我一滴眼淚都沒有 我這樣看著他 我說 你講完了 其實我的內心很想 我真的聽不到 你可不可以再講一次 但是我剛才開口 我想一下 還是沒有了 對著他再多一個小時 我是會發神經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顧密論 不知道他講什麼 但是他覺得 第一他是信教 一個很有誠意的人 會拍一部什麼戲出來 都知道 哈哈哈哈 不過我很想幫他 我很想幫他 為什麼是這樣的想法呢 因為我現在做事 不是看錢坟上 是一個很幸運的處境 而是說 我看著這個人 現在哭到眼淚都沒有了 我怎麼可以不幫他拍 是不是 哈哈哈哈 結果呢 是我人生中 在工作上 得到最多最多安慰 是得到 多過錢的 reward 哈哈哈哈 是好 是好 是不是不哭 不可以坐在這裏 哈哈哈哈 坐下床 坐下床 是感染的 他坐下床 這個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的 從 這麼多年 四十幾年 我是沒見過一個人 是這麼 堅持 有夢想 是堅持去追求他自己的夢想 是一個 很複雜 很艱難的電影圈 製作電影 這個過程裏面 堅持去爭取 我是圈中人 我說的 你未必明白到 但是我是 我經歷過 眼見過很多很多 製造電影 拍一部電影出來 是艱苦 所以我是很佩服 這些職人 我都說會感染 很感謝你 Richard先生 能夠 和你們合作 所以我說的劇本 其實是不用怎麼預備的 因為我哭 其實我預備了很多 不過是 我真的很用心地說 但是呢 每個人都說 我聽不太明白 你說什麼 但是 我很感謝你們 不明白 你們都肯 一起 經歷這個 一起合作的 旅程 也都 我第一次 其實拍攝的時候 沒見過 不要看哭 但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看完片 分享完了 拍攝 那些叫什麼 謝票場之後 他整天都哭 所以 是好事來的 給他一點掌聲 很驚訝 謝票的時候 我們不敢太早進去 導演 試過第一次 謝票的時候 早進去 一刻聽到那首歌 嘉嘉說話 然後那首歌 沒辦法忍了 自己拍 那場畢業的戲 我們拍了兩天 應該沒理由會哭 看起來都是 都哭了 都哭了 連續哭了 初初入場的時候 很懶惰 很冷靜的 很冷靜的 自己做 怎麼會哭呢 都知道做什麼 但是真的沒辦法 真的 你的演員做得好 沒有辦法 導演好 所以 導演領導我們很好 我們借票的時候 故意是 特別是最後一場 不要進去 因為特別是女士的妝 是融化的 看到她們在抹著補妝 因為接著 她們最慘的是 借票是怎樣呢 就是 那些搭檔還沒出完 我們就要走出去 就是 給別人一個漂亮的 人來看 但想不到 怕那些人就走了 哈哈 還有別人的觀眾很尷尬 因為 沒有個透氣位 剛剛他們哭完 就開燈 那些眼睛 那些都沒抹得及 就看到我們一群人進來 我們又哭到一隻東西 對 我記得我試著哭到眼睫毛 就掉了出來 哈哈 融化了出來 是不是很好看啊 那個戲 是 突擊 推介一下 還未落話 我們還有一間戲院 是嗎 Belinda 我們堅持到 應該是八月 即七月 是吧 OK 那我們仍然繼續 繼續捧場 好感恩他們 好感恩他們 好多謝 好多謝他們 給點掌聲 一家和元 其實是因為她的感動 感動到我 好 好 我是很好奇 校長 你的先生 是不是很像古天樂 我們請古天樂 站起來給大家看 好嗎 東東哥哥 東東哥哥 在商業上 我絕對相信 如果我是Adrian 其實我不會很想 有個古天樂 演呂校長的先生 就是泰國 和其他故事的人物 是脫節 即是真人是英俊的古天樂 沒有辦法 看錢墳場 好嗎 他也做得很好 特別是 我想是能夠 古天樂 將其中一個強項 就是唱歌 但我也很想知道 真的東東哥哥 之前是不是 其實也不太支持校長 是不是好像 電影裡面 都支持 一早都支持 我們的電影好像 都支持 都支持 但他的樣子 好像不太支持 快點走出來 好 我們多謝三位 好嗎 給他們一點掌聲 好 多謝大家 多謝 多謝 去到這個時候 我很想請 最後的 請五個小孩 給他們一點掌聲 好嗎 請坐 他們終於合體了 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嗎 我跟她分享 好 我們從那邊開始 你是誰 是誰 我是小巫 我是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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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珠 我是Kitty 我是Janny 我們給她一點掌聲 好嗎 很開心 能夠跟五個小朋友 合作 特別 我想是 有印巴籍的小朋友 我想是第一次 能夠 跟他們 認識 很開心 認識到他們的家庭 還有他們的咖喱 可不可以告訴別人 為何你的手 這麼多紋身 可以嗎 因為我們新年 要擦 給別人看看 我們祝他們新年快樂 好嗎 新年快樂 好了 拍五個小孩的校長 你又跟導演合作過 這樣呢 有沒有一些 你們難忘的 回憶 不如 誰 嘉嘉先說吧 好嗎 我最難忘的就是 我最後畢業的場 為甚麼 因為要背很多對白 還有要哭 但你做得很好 記不記得那天怎樣拍 有沒有人 好像有人抱著你幾個小時 對吧 Hannah姐姐 當日呢 其實是 編劇Hannah 抱著這個小妹妹 你幾個磅 都不太重 保護著她 希望她能夠 保持著她的情緒 所以其實幕後的工作人員 或者是 很多心機在背後 大家只是看 一個鏡頭 但裡面的確 嘉嘉的演技 真的很厲害 真的要給她一點掌聲 我覺得真的 沒理由不提名 好 女兒呢 行雷怪獸那場 是呀 為甚麼 因為要哭 因為要哭 你怕不怕行雷的 不怕嗎 怕 是吧 那你那天 最開心是甚麼呢 如果你在拍這五個小孩 最開心是 校長送禮物給我們 甚麼 校長送禮物給我們 多謝你 好 小雪 我最難忘的是 煮飯那場 因為我 踩著鐵罐 已經 我沒練過 還要在煮飯 那 那 精氣真的辣到我 很多工作人員 都 噴水 保護我 其實他有訓練過 你記得嗎 你當時特訓有訓練過 踩個罐 對嗎 不過是艱難的 特別是環境又這麼小 又這麼窄 我們真的有著那些爐 煮菜 對嗎 對 對 那你現在一手做有沒有事 沒有 OK 好 謝謝你 我去過很多地方分享 特別是國內 很有趣 國內很多的朋友 他看完這部電影 特別是那個罐 可能不知為何 因為這個罐 每個人都說他有一個罐 他走出來就哭 因為可能是那樣的 令到他們觸動到 他們國內很多 就是朋友的一些背景 好嗎 好 那我身邊 Mrs. Bean 很可愛的 Kitty Jenny Jenny 你說一下你有些甚麼 你最開心的 我最開心的是 校長送禮物給我 是啊 那送甚麼禮物給你 送Elsa 哦 這個是 楊千華 是不是 OK Kitty 東東哥哥都是送禮物給我們幾個 好了 我現在最後想問你一個問題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你有甚麼夢想 可不可以從小說說 我的夢想是做一個醫生 如果你做醫生 你要做一個祝福最多人的醫生 可以嗎 可以 好 給他一點掌聲 好嗎 記住這些掌聲是祝福你的 知道嗎 小雪 朱女呢 醫生 你也是醫生 有沒有哪一種醫生 動物 動物醫生 你要幫助最多動物的醫生 知道嗎 因為很多他們的父母 即他們的主人 是很愛惜他們的動物 動物是他們的家人 所以你能幫到他們 就是幫到他們的家人 知道嗎 好 嘉嘉呢 舞蹈家 舞蹈家 哪一類型的舞蹈家 拉丁舞 拉丁舞 拉丁舞嗎 你會做幾個東西 可以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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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他一點掌聲 多謝你 舞蹈可以讓別人快樂 所以你也要做個跳得最好的舞蹈家 把快樂給別人 知道嗎 知道 好 謝謝你 好 Kitty 做一個警察 有沒有是哪一種警察 是 說 捉壞人 那種 如果你捉壞人 就真的要捉壞人 知道嗎 真的 做一個廉潔 和正義的警察 知道嗎 好 好 Tanny 我是做一個警察 你是做一個警察 你也是做一個警察 是 同一隊媽媽的舞蹈 是嗎 因為我呢 我小時候也想做 什麼 我小時候也想做 小時候已經想做了 是不是 因為做警察 是很威風的 但是呢 要有正義感 要有正義感 還有真的要捉壞人的那些 還是抄牌的那些 不是啊 要捉壞人的那些 捉壞人的那些 是的 不要四圍 不要四圍 每個人都捉 知道嗎 一定要做一個有正義感 還有呢 祝福人的一個好警察 好嗎 我很希望呢 在這裡 我很感謝他們的家長 在這裡 他們照顧得 在整個拍攝 照顧得很好 但是呢 我很想祝福你一句話 就是 努力讀書 知道嗎 努力讀書 而希望你有一天 你所做的事 比我們這裡所有人 都更有意義 更大 更多 好嗎 OK 祝福你 多謝你們來 好 那我們下去 多謝你們 在這裡呢 再一次多謝 剛才分享的幾位朋友 大朋友 小朋友 中朋友 很多謝你們 特別來到這裡 就是撐場 和能夠 分享點點滴滴 很多謝你 在我人生路裡面 能夠認識到你們 不只是 真的 拍戲就是這樣 有時候拍完 拜拜 永遠不見的 不知道為什麼 但很希望呢 以後我們也多見一些 可以 能夠 就是 分享多些 不一定是 就是 有些什麼 就是 有空出來 聊天 我覺得這個 特別是電影行 是很酷的 電影行 是很抽離的 但我相信 所有東西 都可以被改變 是由我們的生命 改變 好記得我在TVB 我離開TVB 那時候 做PA仔 因為陳可生 請我做長記 原來我八千元 我減到四千元 我爸爸不知道 但我也很感謝家人 因為 我經常都捱窮 他們很支持我 雖然也有餓我 但我知道他們是為我好的 但我記得就是 那個 監製跟我說 他說 Azrian你進電影行 很黑暗 這是大眼光來的 然後我就跟他說一句 很細聲說 我不敢太大聲說 我說 說明染光 既然是黑 你可以染白 染白的 都可以是一個染光 我也很希望 由我們的心 開始 染白這個社會 把正能量 或者把這個愛 影響回這個社會 我相信不僅是我 你們也有力量 你們也有力量 你們的力量比我更大 很希望 借這個小小的機會 都希望大家 不僅是我 或者是一班人 是你們 每一個人都可以 出小小力 整個世界可以變得更溫暖 更可愛 這個世界 應該充滿了愛和溫暖 謝謝 謝謝導演